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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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Corner の時間です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日も気楽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ょう 來! 今天要講的Point 是 形容詞 首先老師先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所謂的けよし 除了我們知道的 大致的一些詞語之外 我們還要幫他 拉出來一個名詞的けよし 所謂的名詞けよし 還有像代名詞 還有特殊名詞 代名詞我們知道 私のあなたの 專有的名詞けよし 像日本の ロシアの 中国の 這些都是屬於用名詞 來做形容詞的變化使用的 那這個部分跟我們中文的用法很接近 所以我們不必再做探討 那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部分就是要跟你介紹 いけよし 跟なけよし 所謂的いけよし 它是一個けよし的生詞 你會注意發現 它每一個生詞的字尾結尾都是い 像課文出現的 冷たい 大い 辛い 這些都是けよし 而且它是屬於い結尾的 いけよし 這個group 那除了いけよし 以外的 就是 就是屬於なけよし 的group 那 要跟同學提醒的是 なけよし 並不是 字尾是な 不是 要注意 那 有哪些是屬於なけよし 我舉幾個例子 我們大家都知道 沒關係 沒問題 日文怎麼說 だいじょうぶ 對不對 だいじょうぶです 像 這個だいじょうぶ 如果我把這個 だいじょうぶ 拿掉的話 它就是じょうぶ じょうぶ じょうぶ是什麼 じょうぶ就是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なけよし 那 那它的意思是 很堅硬 很 很 很用的東西 很強 那很耐用 那 じょうぶ 我們如果要去修飾名詞的時候 我就會變 じょうぶな 机 じょうぶな 時計 很堅硬的桌子 很耐用的手錶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なけよし 你在要修飾名詞的時候 它要再附加一個な 所以它是屬於なけよし的group 那 いけよし 你不用再加東西 你不用另外再去做變化 你要修飾名詞的時候直接 譬如說 つめたいもの 我們的課文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句子 老師拉出來在這邊 ぜんさいはつめたいものが多いです 好 這裡有兩個いけよし 對不對 第一個 いいけよし 它就直接有修飾もの もの もの是名詞 那它直接擺到它前面就可以了 如果我這裡變成一個なけよし 來代換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有 譬如說我剛剛說很耐用的東西 那就是じょうぶなもの 好 那如果你只是在做敘述 譬如說けよし 你直接就加 後面加です 就可以了 譬如說 おいです 或是じょうぶです 不管是いいけよし 或是なけよし 你在做敘述 在句尾的時候 直接加です 來做句子的整理 這樣子就可以了